我们今天继续来,因为我们现在还在Counting the Omer 还在数算那个Omer 然后一直到,数算到五旬节 所以他们这些,有在实行犹太教的相信神的这些犹太人 他们会在这个时候每天这样子要Counting,Counting,来预备自己的信 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 好,看下一张 拜托帮我看一下 今天好像没有人控制 好 好,所以那个 我们上礼拜还能跟大家讲过 从余月节第二天 从初夏节开始 就一直Counting,49天 一直Counting到五旬节 所以这个时间就叫做数算 而没有Counting the Omer 总共50天 从4月11号开始起 算今年了 所以今年的5月底 5月31号的时候就正会是五旬节 大家也知道嘛,现在有正在发生的事情 马上川普就要到欧洲去参加欧盟的会议 那边会议一结束 他就会开始到以色列,到沙烏地阿拉伯 来开始一些中东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去处理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些这些 好,下一张slide先看一下 在五旬节就是数算欧马尔 一直数算到五旬节 Pentecost 那希伯来文 这个犹太人 他们是说这个是七七节 他们不叫这个五旬节 他们叫七七节 Shabbat 那意思就是说fees of weeks 就是来庆祝这几个礼拜 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 五十天过去了 然后在他们这个旧约里面 犹太人他们所来庆祝的事 这是领受律法的日子 那我们是 对,这是耶稣再来了以后 那时候耶稣升天了 接下来就有这个圣灵的浇灌 那其实这是一体两面 这领受律法其实是预表 因为其实你那样回想这个 这个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 大家记得吗 在以色列出埃及之前的时候 在出埃及一直出来 以色列其实并没有说他的行为 有很大的这个改进 他们总是在这个 哦,神的神迹来了以后好高兴 感谢赞美主 等到没有吃的,吃腻了 哦,开始抱怨 没有水喝,抱怨 生病的抱怨 这个累的抱怨 敌人在面前的抱怨 可是神都一直都很忍着他 就很宽容包容他们 把他们当孩子一样来看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改变呢 是在西乃山 然后半步律法 那半步律法的时候 这个基本上就是发生一个 很根本的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里程碑 在那个地方发生 那以色列他们就说 哎,我们很爱你啊 神我们很爱你 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来追随你 我们要永远来追随你 然后这个 这个 教科就说 神,你颁布律法 我们都能行 我们 能够来爱你 我们能够来遵循你的律法 颁下来吧 那,自从领受律法之后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神就说 好,你们能够守这个律法 那当你们守不住的时候 那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会 让你们看到 你们凭理你们自己 是没有办法来 行这些律法 所以 其实这个律表是 人需要的 圣灵的浇灌 耶稣的救恩 好 那所以回到那个时候 就是 出埃及以后 第五十天 摩西在西乃山 来颁下这个领受的神 给他们的实践 这个律法救约 所以 犹太然他们就在纪念这个 纪念 感谢律法受下来的这个纪念日 那其实 这是一个 神跟他们一个特别的婚约 这不是只是一个用律法来束缚他们 对 律法 一方面 赵保罗所说的 是在 显著来说 我们这里面 确实是有那个 那个罪 我们没有办法来守这个律法 可是呢 神也用这个律法来跟他们讲 我 我用爱来包容你们 你们不完美 可是 你们是我所爱的妻子 以色列是他的妻子嘛 所以 这个 我用这个律法 是来跟你们定婚约 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 而且呢 我会到了这个 时候到的时候 我的儿子会来到这个地上 来替你们来成就 所以这是一个婚约 是永远的约 好 看下一章 那 现在的以色列国 他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婚约呢 那我们都很明白啊 我们 以色列老高那么久了 看了这么多 这以色列人表现 以色列 对 那些 这个 笃姓犹太教的这些 他们是非常坚守这些律法 不过呢 他们还是在很多方面 他们没有去体悟到 神对他们的那个爱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那些世俗的那些犹太人 单于这个享受 单于安逸 那 那 心里面也并不见得有神 那他们相信的是自己军力的强大 自己的科技的进步 他们的平安在于 哦 我的国家有好的武器 美国要来帮助我 所以呢 这样子我就有平安 那至于他们的信里面还是很多没有 大部分还是没有理解到 哦 神对我们之无条件的爱 神爱我们 那更不要说了 更重要的 他们还是一样不接受 因为种种的原因 不接受 这个他们祖宗所扎的耶稣 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所以说呢 在这个日子里面 他们既然要去在那边读神的话 要去康廷的欧摩尔要守 守这个律法 然后要一天一天接近 直到这个律法搬下来的日子 那我们就在那里面为他们祷告 当他们去这样子读的时候 他们去守这个约的时候 神来向他们开启 因为神应许的 时候到的时候 神要把他们脸上的帕子来遮去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那我们看下一章 那这个 这个话大家都非常熟啦 日子将到 我要以色列家跟犹大家伶俐行约 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他们就不再是用这些肉体 用意志力来守这些律法 这些疑问 而是这个律法会写在他们的心上 他们自然就会爱我 律法里面最大的是爱 他们会来体会我的爱 他们会来接受 我是耶和华 我差遣我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成为他们的弥赛亚 他们会看出来 他们会接受 那 神会来赦免他们的一切的过犯 不会再经验他们的罪恶 他们不必再被那个律法的条文所束缚 律法是要来彰显对他们永远的爱 好 我们看下一章 那 所以 这个时间点 呃 那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已经邀请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 阿巴斯 来到白宫 已经有一个先前的会谈 那 他们计划要在这一次 希望能够重提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和解 这个题目 那 川普现在所尝试要在做的就是 在几位总统都无功而返 因为这个事情一直都在做 历任的美国总统 世界各国的领袖都试图要在这个方面来 试图让这个事情成功 可是 这是几次的无功而返以后 川普要来重新再来提这件事情 那 在白宫他们讨论的时候 川普是对这个事情表示说他很乐观 他认为这件事情 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困难要来解决 我们看下一张 但是其实 如果过去查探 过去40多年来 为什么这个事情都没有办法来讨论成功 没有办法解决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 不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就是巴勒斯坦人 或者是巴勒斯坦里面的两个主要的阵营 一个是哈马斯 是武力解放的组织 另外一个是比较用和平的方法来对抗的 就是法塔组织 所以阿巴斯所代表的是法塔组织 那这个哈马斯 他们在之前这么几年的时间里面 在政治上面算是承认 这个法塔组织对于他们的领导 可是呢 在这个两个主要的主要的问题上面 第一个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就基本上 他们根本不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 是合法的 根本就认为 整片巴勒斯坦土地 都不应该属于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存活 他们认为在心里面根深蒂固的解决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人都赶到地中海里面去 全部杀死 这个才是唯一的解决的方法 所以 那当然说 在政治上面 他到底要求说出来是怎么样的话 那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差别 你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面 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在政治上面 在谈判上的时候 不过基本上 第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们不承认以色列应该存活 然后第二个 即使是承认以色列要可以存活的话 对于所谓的这个occupied territory 就是被占领区 这个是一个他们所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那我们看下一张 所以被占领区是怎么一回事 是怎么样发生的 因为你在看报纸的时候 你会在各种媒体 不论是主流媒体 或者是基督教祷告的这个媒体里面 你都会看到很多 什么是occupied territory occupied territory 怎么样的在吵来吵去 怎么样有各种的这个不同意 以及他们怎么对抗 反对 或者是很多西方的国家 包含联合国 以及这个欧盟 以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 比较崇尚人道 认为自己是民主的人道的这些国家 都在大力的攻击以色列 他们强占备战领区 occupied territory 所以这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回想以色列建国的初期 1947年 以色列独立建国 那当时是 他能够成立以色列 现代以色列国 是因为联合国通过 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所谓分治就是说 犹太人建立一个犹太国 巴勒斯坦可以建立巴勒斯坦国 那这个分割巴勒斯坦土地 大家都可以和平相处 你们两边都可以有国 以色列觉得这样很满意的 欢欣鼓鼓 我只要有国就好 但是巴勒斯坦跟阿拉伯联盟 是坚决反对 巴勒斯坦跟阿拉伯的联盟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他们认为以色列不当有国 只要有你以色列国盟 就不接受 所以他们就立刻就发兵打仗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独立战争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说英国离开以色列地 因为当时之前是英国托管 英国他认为他不敢再管 他管不下去了 他不想损失他在石油上面 经济上面的权益 所以他杀手不管退出 那退出以后 然后因为这个联合国当时的 这个联合国决议 所以以色列就宣布立国 但是呢 当时所谓的分治决议里面 西岸 这个West Bank 西岸 加萨走廊 包含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 当时都是属于 要换回给巴勒斯坦建国的地区 那基本上 因为这个巴勒斯坦跟阿拉伯的这个联盟 他们拒绝了承认这样的一个分治决议嘛 所以说 巴勒斯坦就没有成国 对不对 因为他们拒绝 所以他们没有成国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该要划归给他们的西岸 加萨走廊 耶路撒冷 这都属于没有任何主权国家的区域 这叫做无主权国家 好 下一张 后来呢 这个 这个独立战争结束 就以色列没有办法被打败 就是阿拉伯国家没有办法来摧毁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反而还被打败 所以停火 那当时呢 也还是没有成立巴勒斯坦国 是约旦 就是在那个地方最强大的一个地域的国家 约旦 他呢 就占领这个西岸 跟耶路撒冷的这个东耶路撒冷这一半 所以巴勒斯坦人还是没有自己的国家 不过他们接受 他们所不接受的是以色列国存在 他们当时也是满意于就是没有自己的国家 那 一直就是在冲突冲突 从1948年 一直到1967年 阿拉伯阵营 包含巴勒斯坦 当然巴勒斯坦一直没有国 就是在阿拉伯的阵营整流 就是在不断的 在军事上 政治上各方面 来全力准备要来摧毁以色列 从来就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 一直到 1967年 那1967年是到之前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准备到了一个高峰 就是这个阿拉伯国家一直在储备最尽量的武器 在 在 莫马立兵一直在准备 随时他们能够力量充沛的就要来摧毁以色列 准备到了一个程度 这个 当时的这个 这个 阿拉伯国家总和加起来的这个兵力 这个坦克的数量是以色列的三倍 空军的数量是以色列战机的四倍 那这个 不要说是这个地面部队 地面部队更是数倍于以色列 那而且已经准备了很多年 公式全部都建筑完毕 到了一个激烈的程度 当时以色列已经侦测到 在这个 跟以色列跟 跟那个埃及的边界 就是这个西奈半岛那边 埃及已经把重兵都沉到了那个地方 所有的坦克都开到最旁边 战机都准备起飞 而且呢 在约旦那个地方的 约旦的军队 已经开始用炮击 在天天轰击这个西耶路撒冷那边 所以以色列 审度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觉得这个战士一定会打 那与其让他们来打 干脆我们争取主动权 所以以色列就先发自 再这样就开始了 这个1967年的这个六日战争 所以六天就打完了 这个我们之前都有review过 神用神机骑士来帮助他们 所以在兵力战 劣势的状况之下 不但打完了 六天就解决 而且以色列还占领 这个东耶路撒冷 所以耶路撒冷重新就回到了 这个以色列的怀抱里面 包含西墙 以色列的犹太教所 最为他们心里面 觉得他们的心 所迁移的那个地方 就是西墙的那个地方 圣地 Holy of Holy 那顺便一个小广告 5月23号的时候 就仅此一天 有一个最近新拍的 这个 这个收复耶路撒冷的这个电影 就只有那一天有播 而且感谢主导 我们飞忙的电影院里面就有播 所以跟大家打个小广告 大家要是有空 礼拜二 5月23号的晚上 可以播时间 尽量去看那个电影 非常让人感动的电影 很忠实的 而且很美丽的 也很清楚的来展现了 在这个很短的一个电影的时间里面 来演了出来 这个以色列是怎么样来收复耶路撒冷的地方 神迹奇是怎么样在世人的眼前 一幕一幕的发生 好 然后呢 这个 约日战争结束了以后 以色列重新收复了耶路撒冷 那当时 他收复耶路撒冷 这个阿拉伯国家战败 由他们战败 他们并不承认 并不接受 是一直拖到了1988年 约旦 就是当时这个 以色列以东最强大的这个国家 1988年 他就公开放弃 West Bank西岸那边的主权 约旦就说 好 这个 就属于以色列 我们放弃 那那个地方住的那些人 原本是这个 他们是满心盼望 他们以为 约旦是要接纳他们成为约旦公民 因为本来约旦说要帮他们 就是阿拉伯国家 本来是计划在那边 要成立巴勒斯坦国嘛 他们本来是 就是计划是要把以色列 全部都赶到海里面去 所以那整块地方都会是 阿拉伯的这个巴勒斯坦国 好 这个事情他们已经承认 没办法实现 1988年 所以约旦就放弃 他说好 我放弃这些以色列的土地 这就属于以色列 不过你们那边的那些人民呢 我也不接纳你们 就是这些巴勒斯坦人 对不起 你们不能来成为我们 我放弃这个土地 可是你们这些人 我不接受你们 所以说 就是约旦来剥夺 他们成为约旦的公民 约旦的公民权 所以他们就成为 没有国家的人 以色列其实愿意接受他们 不过呢 他们不愿意接受以色列 好 在接下来再往下看 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近代 比较熟知的这些历史 1979年的时候 联合国安理会 他就通过了 很有名的450号 所以你现在会在 报章杂志上 一天到晚看到 哦 根据450号决议文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以色列非法 就是这个 所以452号决议文表示 把新移民 就是以色列不是一直有 不断的尔利亚 就是回归的 回归以色列的这些犹太人 没有地方放了 成千上万的 那也没有新的土地 以色列很狭小 只好去放到占领区 就是放到屯墾去 这就是所谓的屯墾去 屯墾去都是在这些占领区 因为那里才是空地 那才是荒芜的空地 要去开墾的 换句话说就是 凡是没有犹太人的地方 都是荒芜 千年来都是荒芜 那巴勒斯坦人在那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设 还是荒芜 还是很贫瘠 很可怜 一定要犹太人去了 就会 哗啦之间 雨就降下来了 忽然之间 那个地方就开发了 自然水也有了 店也有了 什么都有了 就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现代地方 好 所以这个452号决议文 就是表示新移民 如果以色列 你去把犹太人安置在那些 占领区的话 你就是在对日内瓦第四公约的 严重的侵害 所以他们就呼吁 按照452号决议案 以色列人应该停止 凡是在1967年之后 所占领的这些领土 那就包含耶路撒冷了 那你在那个地方 包含在耶路撒冷 你都不可以新建 策划屯肯区 那隔年呢 465号这个决议文一出来 就说 进一步 不单你们以色列 占领那个土地是非法 而且因为你们以色列 占领那个土地 在那个地方建设 所以说呢 凡是我们这些 承认这个的列国 在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 各方面 只要你们继续这么做 我们都要来抵制你们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所谓的抵制以色列 BDS 你会常常在报纸上 啊什么BDS 什么BDS 这就是说 就是在Bager Boycott Bager 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非法占领运动 好 看下一张 所以说 你会看到 汉澳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包含 之前的美国 美国多年来 也都是 尤其是在这个 罗巴马政府 的时候 是严重的来 控告 以色列 他们在巴勒斯坦 那个地方是属于 这个占领区 occupied territory 我们再看下一张 所以 有各种在政治经济 文化上面的 这些对他们的Bager 这就是从这个来的 那 甚至以色列就觉得说 对这个事情很困扰 他们觉得说 我们需要去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 所以他们就去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叫做很有名 叫做 Amont Levi 立位报告 那 他就去查探 刚开始的这个 这个国际法的法员 说你说 这占领 凭什么来说 我们是占领的呢 所以 他们就去回溯到 哦 刚开始的时候 是1993年的 这个奥斯陆协议 就是科林顿总统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 头一次在 以巴和谈上面 有一个 实质的进展 那是历史上的头一次 那 当时奥斯陆协议 就是说 头一次 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 坐下来谈 然后巴勒斯坦 愿意 口头上承诺 我们跟 以色列和平相处 这是关键 若是 双方同意 和平相处的话 那就认定巴勒斯坦 拥有在 West Bank 西岸那边的主权 并且要求 希望在1993年之后 在五年以内 把这个争议性的问题 都能够协商完全 希望能够达到和平 这是当时发生的 当时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他们得诺贝尔奖 和平奖 就是 世人认为 这是大进展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 之后呢 因为 巴勒斯坦方面 他们就撕毁这个条约 因为巴勒斯坦 一再地号召各种起义 就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武力的这些 恐怖攻击啊 起义这种 那所以基本上 你在当时 奥斯坦协议是认为 双方和平相处 成为前提嘛 那 既然你要爆发起义 要用恐怖攻击 来攻击以色列 表示说 你不承认这个 和平相处 那就奥斯坦协议就 无效 所以我们看下一章 所以 另一位报告 他们就是归纳出来 他们认为说 OK 巴勒斯坦权力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他们一方面呢 跟我们以色列要签和平协议 可是一方面呢 在电视上面大部分的时间 以及学校里面的教育 都是在教导 巴勒斯坦孩童们 第一目标就是要杀犹太人 并且大量从监狱里面 不断地放出恐怖分子 来对付以色列 而且不断地用各种的奖金 如果你主动发布 孤狼恐怖攻击 成功杀害了犹太人的话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政府付钱 给你这样一辈子养老 用奖金来奖励 杀害犹太人 而且还从阿洛国家里面 大量的运军火 来进巴勒斯坦区 来对付以色列 那以色列了解 对 按照这个 穆斯林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宗教 基本上所教育他们 真实说实话的话 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 对于占领这个 回教的土地的这个 就是应该以圣战来回应 没别的 任何其他的这些 跟他们的会谈 这个都是一些暂时性的 权益措施 这是在这个 可兰经里面所教导的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 所以另一位报告就说 根据英文这些 所以西安根本就是一个 有争议的领土 因为这个和平协议 并不生效 因为并没有和平 所以说 这不是一个曾经立足 某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 约旦没有在那里成立国家 巴勒斯坦人也没有成立 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们要让他们建立国家 他们也不愿意 所以 另一位报告认为 像东耶路撒冷 这不应该算为被占领区 所以另一位报告认为 即使根据国际法 他们去建屯耿区 不算是非法 好 我们看下一张 2000年到2016年的时候 克林顿政府 以及后来的欧巴马政府 都一直希望能够有和谈的产生 那个时候 法塔组织已经开始有一个改变 他们认为 如果以色列能够停止 屯耿区的建设 他们可以考虑和谈 可是事实上 还是一样 这是一个策略 他们并没有真心的 在和平上面 来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他们一直不断的 是用恐怖攻击 用各种的自杀炸弹 或者是用刀刺 用枪杀等等的方式 不断的在制造恐怖袭击 所以基本上 这个和谈 没有以色列能够接受的 这种合法性能够存在 基本上 他们在当时 两个主要的医朽 都不愿意解决 他们不承认以色列生存权 也不愿意来 把这个 占领区的这个问题 好好地讨论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所以 在过去 欧巴马在当总统 这八年的时间里面 欧巴马非常强力的是 有史以来 最强烈的是 强制以色列 必须要无条件 做到谈判桌 不论 巴拉斯坦是不是承认你 有合法生存权 不论 这个 你在占领区 做与不做任何事情 你都需要 无条件地回到谈判桌来 跟巴拉斯坦谈 否则我就要修理你 这是过去八年来 这个美国的政策 我们再看下一张 然后到了这样 双普总统 有了一个非常主要主要的一个 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个变动 就是 巴拉斯坦人 至少 人民到底有多真心 这个我们不知道 当然我们心里都明白 他到底真不真心 但是 至少在 巴拉斯坦的解放组织的这个政府 头一次在历史上面 来对着全世界说 我们承认以色列生存权 这是一个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重大的改变 因为这个改变 所以川普总统 我们不知道说是因为这个改变 所以川普总统跟他有下一步的谈 或者是说 因为川普总统跟他谈 在白宫的时候发生了改变 这个我们无从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现在呢 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点上 是头一次巴拉斯坦解放组织 在官方 他们说 他们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我们来谈吧 但是呢 他们没有提占领区的问题 所以他们并没有承认 耶路撒冷是属于以色列 我们看下一章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能够祷告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 我们还是要祷告在这个日子里面 我们犹太长兄们要挥转向神 他们每天在Counting the Omer 在那边读神的话 神像他们在这个时候 把他们的眼睛打开 然后第二个题目 我们来为川普接下来 要到中东那个地方去访问 我们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让美国站在对的位置上面 来做对的事情 那川普他还有这个 在美国完全没有这个报导 可是在以色列 所有的主流媒体 都在天天都在报导说 这个川普正在计划 因为以色列他们那边比较知道嘛 他们忍在那个地方 所以川普正在计划 让他的这个 新任派去的这个 驻以色列的大使 来预备这个签馆的事宜 要把美国以色列大使馆 驻以色列大使馆 从塔拉维夫要签到耶路撒冷 然后听说就是 按照以色列的媒体的报导 预计在川普去访问以色列的时候 要宣布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祷告 先为第一个题目来祷告 好 我们两三个人一组 我们来为第一个 我们五分钟的时间 让他们在靠定的 我们五分钟里面